早點啦 快點啦 今天要來挑戰 三進富士山裡面的第一條 也就是比較難過目前 東進富士山 我們接下來要挑戰 富士山的三進 也就是東進北進南進 但在開始之前 大家 日本人其實有個習慣 去爬富士山之前 都會先到神社做一個參拜 然後稍微就是 祈求等一下下一個挑戰 平安順利 所以我們在開始之前 我們來到了北口富士的潛艦神社 我們等一下就準備從這裡 稍微做一個簡單的參拜 祈求我們接下來 在三趟的富士山挑戰 都可以平安 活著回來 對 活著回來很好 平安順利的完成 才有辦法把影片呈現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現在的影片 待會我們還活著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進去參拜 OK GO GO 下面超多錢 小狗 小狗 我們要不要做到 就是鼻子 這次陣子 可以是一個懂事 你來解決 是嗎 最好的 我會 hearts 超人 等於 你 可以 各位觀眾 我現在人還在日本的富士山 富士山等於什麼你知道嗎 富一 沒有啦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 山進富士山裡面的第一條 也就是比較難度的路線 我們現在人在東進富士山的三角位置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從這個地方出發 沿途經過這樣 然後很多波折到達富士山的登山口 那這條東進路線呢 屬於北進、東進、南進當中 三條裡面是坡度比較陡 然後難度比較高的一條路線 那這一集呢 我們也是收到Shots的邀請 希望我們可以在這次的路線中 來挑戰一下環化級別的這場賽事 因為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今年的環化賽啊 在第18站的時候 這個摔車的印象 然後再加上Pokaccia 跟這個賣魚小販 重新就是擊掌 然後等他一起出現 這一幕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動 但重點是 這一站的爬坡戰 其實是非常有難度的 那今天我們特別挑選的 這個東進的路線 來實際體驗一下 我們實際在騎乘當中 跟這些環化級別的選手 到底落差多少 我剛剛已經用Strava 稍微看一下這條路線的紀錄了 這條路線呢 最快最快的車手 大概只騎了38分鐘 就已經騎完了12公里 爬升1200公尺的這條難度路線 所以等一下呢 我即將來挑戰一下 以我這樣一個 市民車手 就是比較業餘的這些愛好者 實際在騎乘當中 會距離這些環化選手等級的選手 落差多少 OK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以往路口 準備開始我們今天的東進富士山挑戰 出發 Go Go 今天這趟難度實在是太高了 我沒有辦法幫上哲瑞什麼忙 不過補給我應該OK啦 來注意一下這個富士山的地下水 注意喔 不是苦茶喔 給他一點屬於富士山的祝福 哲瑞加油 我們沿路為你加油支持的 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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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東進富士山的挑戰 正式開始 有沒有聽到 旁邊都是軍營啊 他們基地 所以就會聽到 在這邊練習開槍的聲音 真的是很大聲 尤其剛好那種連續的那種 兜兜兜兜 那種機關槍 超有臨場感 我們東進富士山這一段 算是車比較少了一段 所以目前會逐漸的往山上前進 而且我剛剛看到很特別的是 路邊其實都有很精準的告示牌 跟你講幾公里了 所以這距離來講 應該是蠻準確的 講一下就太喘了 目前坡度大概10% 都是一直線 其實剛剛整條騎過來 都是一個 還蠻筆直的爬坡 可能到後面就會有一點 很多那種很像 大長那種S型的繞來繞去 這一段 海拔已經來到900多 就比較喘一點 可是我們平均功率 大概都要220 哇 騎起來這個喘度 跟正海拔已經1000了 難怪這個喘度已經比較明顯 心跳已經170 哇第一段的三公里 終於完成 坡度都11到13% 好陡啊 這段終於比較緩和了 緩和的坡度叫做8% 也是很可怕 今天騎乘的感覺 因為這邊海拔順有1000多 但是其實整體的溫度是蠻涼爽 大概只有20出頭度 可是其實太陽直射的這個 直外線還是很明顯 然後再加上其實 再加上其實這個坡其實 不是說真的很友善啊 它就是一直保持在 前面3公里都維持在11到13% 其實有點抖 然後大概到過3公里 才開始進入一個比較緩和的狀態 就是比較大概7到8% 像現在是9% 但整體的這種 硬程度 稍微比剛剛舒緩一點 所以 其實整體騎起來是很舒適的 但是我覺得這種路線就是 有那種 你會覺得 從頭到尾 都是一直緩上 然後 會一直累積你的疲勞跟喘度 有點像棕色的路線 可是這個坡度比棕色多了一倍 中立程11K 目前已經騎了4公里了 加油 快點 快點啦 我幫你裝水耶 你怎麼那麼厲害 哇 好像比想像中快耶 快點快點 我先幫你放洗澡水 去山頂等你啊 剛剛那一段 加油 16%耶 快點啦 還有4公里 哇 哲偉教練 今天怎麼那麼厲害 當然啊 因為我今天帶的是 SHOX跟環化聯名款出的 S803鼓傳導耳機啊 感謝我們本集的贊助商SHOX 這次呢 他們特別寄給我們的這個 環化聯名限定款 也就是跟環化市工廠 Chris From 一起推出的這個環化聯名耳機 那這次S803呢 推出的這個顏色 也是跟環化有一個非常緊密的結合 他們特別把兩色結合在一起 分別是耀葉黑還有這個環化黃 它這次在這個黃色的地方 也特別增加了這個夜色的功能 那相信大家其實已經看過很多開箱 古傳導耳機的這個經驗 但這一次呢 它在耳機的這個重量分布上 也有重新配重 所以其實整體戴起來是更加舒適的 而且整體只有26克 戴起來真的很沒有存在感 重點是啊 它有這個open-ear模式 你在騎乘的時候 這個安全性就可以提升很多 因為你在古傳導可以聽到聲音之外 你可以對於外界聲響是沒有任何影響 所以騎車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非常了解 後面有沒有什麼車子靠近 然後這個距離感跟安全性 我覺得還是非常的充足的 最重要的是啊 它只要充電10分鐘就可以使用90分鐘 如果你今天沒電了 快速充10分鐘出去騎乘 也是綽綽有餘喔 重點重點來了 它具有IP67的防水等級 所以在防水的係數上 完全不用擔心你在騎乘中的暴力操架 它絕對可以負荷你對於它的暴力使用 目前這邊海拔已經1800了 快1900 所以其實 喘度也好溫度也好其實都 喘度提升溫度下降 還是可以感覺到 海拔1800跟剛剛的下面平地比起來 稀薄而不少 而且持續了這樣10幾公里 應該10多公里 現在10.4 持續了這麼長的上坡其實 腰的負擔 還有腿 一直重踩的情況下還蠻大的 真是太佩服那些選手們 怎麼可以騎這麼快 太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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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European Visit 到了 痾 但我跟你講 中途那一段真的超級痛苦 我大概持續爬了 只有4-5公里 我每次看表都是20% 20%到底是什麼概念 我這樣騎完的時間 看一下 我們剛剛創下的這段賽段紀錄是73分 你知道我們剛剛看Strava 這條路線的賽事冠軍 也就是環法等級的選手 你知道他們騎多少嗎 是30幾分 38分 我騎73分欸 整整多他一倍的時間 太可怕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難度 除了持續的上坡之外 最後那一段 海拔一直在 1500、1800、1900 到現在已經快2000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真的是 難度超高 -43 虛軸五合目 東進 挑戰成功 耶~~~ 先停了啦 等一下繼續 我們來到東進富士山 這邊也就是五合目商店街爬山的登山口 我剛一到這邊 這商店街的阿姨 我們應該叫他 歐巴桑 是這樣講嗎 他竟然馬上拿一杯 超級熱的這個是蘑菇茶嗎 馬上喝一下 哦是蘑菇湯耶 太溫暖了 我跟你講這邊真的是 這邊真的是太冷了 我剛騎上來這邊 現在的溫度大概只有10-56度而已 喝了這杯熱茶真的是很舒服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挑戰 東進富士山的完整影片啦 相信你們看到現在 會發現山底下太陽超大 天氣超好 現在山頂上一片白霧什麼都看不到 但這個路線真的非常有挑戰 沿途也真的是風景很漂亮 如果大家真的有來就是河孔湖附近 我覺得可以來挑戰看看 但這個路線說真的 難度還滿高的 所以大家還要自己斟酌自己的體能狀況 非常感謝SHOCKS贊助我們今天影片播出 如果大家對於環發靈敏款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趕緊訂閱下方連結 有更多優惠資訊帶給大家喔 我是你的家燕梁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咪還可以看到 夠準o 是 有 強履